第38章 羽黄的请求 九州顶的拥有者 我的名字叫羽 一道浑厚温和的声音 从这虚拟人影口中发出 羽黄 是羽黄 腾青山不由一个机灵 完全屏息了 羽黄在九州大地影响力太大了 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至强者 他是第一个统一整个天下的存在 被整个天下尊称为羽黄 如今更是被整个九州大地的人们 年年拜祭当作神灵 他统一整个天下 立九鼎 划分成九州 也从此以后 这片浩瀚的世界才被称为九州 也是自羽黄之后 整个九州大地才有了真正的凝聚力 每一个人都自认是九州子民 在年纪时候拜祭羽黄 拜祭九鼎 在所有九州子民心中 论地位后面的秦岭天地 世家祖师 师见先都无法和羽黄相比 羽黄已经被神化 成为一代代子民心中的信仰 当你发现这个时候 我也猜测不到 到底过去了多少年 那高大虚拟人影有些唏嘘 时间流逝中 没有什么可以永恒存在 我甚至于都无法猜测 你们这一代 是否还知道我羽 滕青山默默听着 他明白 这是羽黄留下的一段影像 羽黄说 我是九州顶的拥有者 难道 滕青山抚摸了一下胸前的小顶 这是其中一个九州顶 高大虚拟人影继续说着 九州顶的拥有者 我留下这天洪水功 也是对将来的来者有所求 当然 对你有所求的同时 我也会留下一些宝贝给予你 魂后温和声音 在光照内部不断回荡着 羽黄声音听得让人很舒服 虽然没看到羽黄真人 只是一段影像 滕青山也已经对羽黄心生好感 对我有所求 留下宝物给我 滕青山仔细听着 羽黄微笑道 在我年轻时 大地之上有着无数的部落 彼此厮杀 而且 大地上山脉众多 河水也是泛滥成灾 我想改变这一切 可想做到这一切 必须拥有绝世武力 我感悟天地 一路苦修 同时也率领我的部落不断扩张 当然 其中经历了很多 直至最终 我突破虚境 达到至高圆满境界 统一整个天下 劈开一座座山脉 李清道道河流 最终 立下九鼎 划分这九州 说了这些 想必你 对我也有一个了解 滕青山暗孝 羽黄的确有意思 恐怕是担心时间太久 世上都没有他羽黄事迹了 所以简略说一下 其实也不怪羽黄会这么想 毕竟 在羽黄之前 一个个部落覆灭 一个个豪杰人物 在历史上 没留下一丝痕迹 羽黄无法预测将来 你可知道 我为何要立下九鼎 又为何 要划分九州 高大虚拟人影说道 嗯 腾青山疑惑了 划分九州 应该为了是更好的统治 立九鼎 象征一一把了 立下九鼎 划分九州 这牵扯到整个世界的秘密 如果你能达到虚境大城 估计就懂了 高大虚拟人影说道 腾青山眼睛一亮 他连虚境都没踏进 更别说大城了 原来立九鼎 划分九州 还牵扯到一个大秘密 腾青山仔细听着 这修炼之道 吸纳天地之灵气 以炼精化气 此为后天 随后养神 已达到神与气和 如此方能炼气化神 达到先天之境 这先天之境 实际上是就是养神 令神强大 不断融入丹田内 令先天真元也更强 达到先天精丹 可以说 人体本身 近乎达到一个极致 羽黄说道 腾青山豁然开朗 一些秘籍中 总是提到各种境界 其实 这些都是虚的 实际上就是养神 令神更强 腾青山大喜 对 先天精丹 能用神消除空气阻力 对 先天三大境界 其实就是神变强的过程 达到先天精丹之后 神足够强大 便可以开始感悟天地 领悟天地之道 羽黄说道 简单说 就好像认识一个人一样 虚境 就是认识天地 当你认识的月身 能够开始调用天地之力 你就算踏入虚境了 这也便是恋神反虚 高大虚拟人影继续说道 腾青山暗自点头 仔细聆听着 虚境 可以分为入虚 和动虚两层次 羽黄那虚拟人影说道 入虚 就是让自身感悟天地 融入天地 达到极致 便能完全融入天地 甚至于做到隐身 我在世的三百年 发现整个天下 除了我以外 能达到入虚的才三个 动虚境界 更是一个没有 腾青山暗自惊叹 其实感悟整个天地 要达到极致 已经极难了 估计现在我九州八大宗派 那些虚境强者 十有八九都是入虚 何谓动虚呢 动虚 就是洞察看破虚境 虚 虚空也 也就是这浩瀚的天地 何谓看破虚空 这其实是看透天地本质 甚至于根据了解的本质 创造属于自身的虚空 羽黄说道 这很难很难 我估计 十个虚境中 能有一个洞虚就不错了 腾青山很聪明 完全明白羽黄的意思 入虚 他们是能融入天地 借用天地之力 就好像汽车修理工 他们知道汽车的构造 汽车一些地方出问题了 他们可以修一下 而洞虚 就等于明白 汽车任何一个部件如何构造 甚至于知道 钢铁怎么制造 他们能够靠自己一人 再造一辆汽车出来 洞虚 竟然是了解天地本质 根据天地构造本质 创造出属于自身的虚空 腾青山完全震撼了 入虚 只是融合于天地 洞虚 却是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虚空 也就是 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 高大虚拟人影感叹道 当然 洞虚 比入虚 并不强多少 腾青山有些不懂 洞虚 比入虚强不要多少 因为 洞虚强者 是炼化天地能量 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是受天地压制的 高大人影说道 而且洞虚强者 因为受到压制 加上能炼化能量太少 所以创造的世界很小 一般只能在自己体内构造世界 腾青山略微一思考便明白了 无边的九州大地 是一个世界 洞虚强者 能看透世界本质 也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同为世界 九州大地当然排斥 不过 九州大地是浩瀚无边的海洋 而洞虚强者的世界 就是一滴水 彼此实力差距太大了 甚至于 只能在体内创造世界 当然 洞虚强者 在自己体内 开辟出的世界 跟九州大地比 差很多 高大人 银敢凯道 腾青山点头 洞虚强者 开辟的小世界 等于是个茅草屋 而九州大地 则是摩天大厦 但体内的世界虽然小 可随着洞察天地 本质越多 这体内世界 也能建造得 愈加的完善 直至一天 体内世界足够强 能抵挡 九州世界的压制 便到了 我如今的境界 高大人影说道 到那时 你的世界伏散开 在你的世界内 你就是绝对无敌的 腾青山恍然 难怪 智强者 敢号称 一人足以统一天下 原来 智强者 有自己的世界 世界伏散开 在这范围内 智强者就是主人 不管是虚敬强者 还是谁 都要束手就擒 我是历史上 第一个达到这个境界的 宇皇感慨道 达到这个境界 对九州大地本质 我已经完全洞察 我发现 九州大地能量混乱 所以山脉凌乱 河水泛滥 所以 我耗费心力 铸就了九座大顶 和开山神府 将九座大顶 震在整个世界的 九大能量源头处 腾青山心中一震 这个世界 有九大能量源头 震住之后 河水泛滥程度减缓 天灾人祸减少 宇皇说道 不过我知道 这只能镇住一时 所以 我手持开山神府 批掉一座座大山 同时理清天下的河道水脉 将天下分成九大区域 变为九州 当一切理清 天地便恢复宁静 九鼎也无需镇压源头了 不过 这九鼎被世界能量 本源融合 拥有了很多玄奇能力 不过这能力 根本不受拥有者控制 宇皇说道 这九鼎和我开山神府是 一同铸就的 要能安全到这 唯有九州鼎拥有者 腾青山这才完全明白 同时心里也佩服着宇皇 宇皇之前的情景 还是由简略描写的 各大部落混战 天下厮杀不断 天灾人祸不断 宇皇的贡献 不可磨灭 说这么多 其实也是我想请你 帮我办两件事 那虚拟人影露出一丝笑容 这两件事其实也简单 我不知道无数年过去 我留下的宇皇门 变成什么样 如果已经消失 我希望你能找到我的后代 对他们略加照顾 我不希望我的血脉断绝 腾青山笑了 宇皇看来是非常重视血脉的那种 不过 宇皇门强盛得很 显然不需要自己去照顾 宇皇继续说道 第二件事 其实我不单单有宇皇门这一脉 还有另外一脉 第三十九章 宇皇的赠语 腾青山笑了 宇皇还真处处留情啊 我的血脉 除了九州大地上的宇皇门 另外一脉 则是在遥远的北海之北 宇皇说道 在浩瀚无边的北海最北边 有浩瀚的大陆 当然 那块陆地要比九州大地小很多 相当于两州之地 我称之为北海大陆 腾青山有些吃惊 在书籍上根本没有记载 在北海之北 竟然还有一块北海大陆 两州之地 其实也算很大了 那里比九州大地冷很多 整个北海大陆上 大部分地方 常年都覆盖着积血 而那里 人口也很少 我九州大地有数亿人口 而那北海大陆 当年仅仅数百万人口 宇皇脸上有着一丝笑容 不过那里的部落族人们 很团结 不像九州大地 各大部落彼此厮杀 腾青山则是在盘算 宇皇那个年代 九州大地人口才数亿 而如今 大概有近三十亿了 数千年过去 那北海大陆是人口灭绝 还是变得更繁华呢 又为何 书籍上一直未记载着北海大陆 我在北海大陆的后代 应该生活在神府山上 宇皇感慨道 相比较于宇皇门 我更担心 北海大陆神府山 因为北海大陆天灾多 比如雪山崩塌 可怕的寒流来袭 这些 我都无法改变 毕竟 这个世界的核心是 九州大地 连九大本源都在这 而海域等其他地方 要恶劣很多 腾青山默默点头 不过 北海大陆 距离九州大地 很远 宇皇说道 九州大地最北岸 向北 大概要十余万里 加上越往北 海上越危险等 连妖兽都无法飞到最北方 所以要前往北海大陆 只能靠船 腾青山苦笑 十余万里 在海上 可无法和岸上比 如果顺风 或许一天一夜能上千里 可是 十余万里路程 怎么可能天天顺风顺水 腾青山存道 如果真要去 以我身体适应能力 要到北海大陆 问题倒不大 腾青山乘船航行 即使翻船也是小事 因为即使在海水中 腾青山也能靠毛孔呼吸 而且 以他的身体强度 游泳也快 那家全强者 在恶劣环境下 生存能力是很强的 宇皇继续道 一名先天强者再加上 一些好的材料 打造的上好船只 耗费一年半载 是能抵达北海大陆的 当年 我前往北海大陆 那时 是达到虚境 腾青山无奈 宇皇你老人家 无缘无故 跑到北海干什么 还在那流下血脉 当年 九州大地战乱 我发现 凭借我虚境能力 想统一天下 很难 所以 我离开我的部落 开始一人独行天下 我去过南方蛮荒 直至尽头 我也去过东海 在海外诸多岛屿上游历过 我也踏入沙漠 在九州之西 那一个个沙漠中的小国闯荡过 最终 我踏入北方 穿过浩瀚的大草原 继续往北 直至最北岸 随即坐船 我当时只是想看看 这天地之浩瀚 又有哪些奇景 在海上 我独自一人漂泊向北 无边无际的海洋 天地间独我一人 在海上 近半年时间 我顿悟了 从入虚境界 跨入洞虚境界 羽黄说道 后来 我便发现了北海大陆 这一个没有内部战乱的地方 我在那 度过了十八年 在那有了妻子 孩子 十八年后 我突破洞虚境界 得到至高圆满之境 羽黄说道 到那时 北海大陆 九州大地虽然遥远 可对我也不算什么 腾青山心里竖起大拇指 够狠 北海大陆 九州大地 两地各一个家 九州大地 豪杰无数 是个令男儿热血之地 而北海大陆 很平静祥和 羽黄感叹道 我达到至高圆满境界 利用我的世界 吸收天地灵气 炼化出我需要的一种灵液 这种灵液 在羽黄门 被称为北海之灵 在北海大陆 神府山 则是被称为九州之灵 不过我的孩子们 都不知道 还有其他一个陆地存在 腾青山大京 北海之灵 这北海之灵 竟然是羽黄利用 他的世界炼化出来的 在记载天才地宝的书记中 除了诸果 黑火灵果 不死草 竹节灵果 万年玉随等诸多灵宝外 还有一种 北海之灵 一滴北海之灵 即可令人达到后天巅峰 不但丹田内内境充实 经脉也会得到改造蜕变 任宽阔 据传 在北海深处 有这种灵业 不过 这北海之灵 为羽黄门独有 什么北海深处有 狗屁 这羽黄门 是散播假消息 这北海之灵 根本是羽黄留下的 腾青山很清楚 北海之灵的珍贵 一滴北海之灵 比一颗诸果 都要珍贵数倍 毕竟不但能得到后天巅峰 还能改善经脉 一滴北海之灵 就能造就出一个后天 极限高手 达到至强者境界 的确不可思议 腾青山暗赞 他也明白 为何能建造出天洪水宫了 达到至强者境界 有自己世界 想造什么造不出来 九州大地羽黄门一脉 还有北海大陆神府山一脉 若他们陷入困境 希望你照顾一下 如若他们已经不存在了 那就算了 羽黄叹息一声 我不会让你白跑 在这周围九个顶中 每年 经过整个天洪水宫 和开山神府转化 每一个顶中 每年都能多出两三滴 北海之灵 时间越长 北海之灵越多 这么多北海之灵 足够帮你建造一支强大的军队 腾青山震惊看向四周的 九个三组顶 之前 我看到里面反光 都是北海之灵 腾青山惊呆了 一年每一个顶就多两三滴 那好几千年过去了 每一个顶都有过万滴啊 九个顶 估计过十万滴 青湖岛 一共是两千斤灵位 十万 十万一流武者 组成的军团 腾青山不敢想 那样的军团 就是上百名先天强者进去 都会被活活耗死 无敌军团 无敌军团 腾青山心跳加速 当即伸手去揭开顶盖 嗯 无法揭开 腾青山发现 顶盖表层 似乎有一层隐隐金色薄膜 哈哈 是不是很激动 羽皇笑道 不过你也别太兴奋 军队再厉害 只是军队在九州大地上 决定命运的 还是绝世武力 只需要达到虚境 便可以无视千军万马 杀死先天强者 腾青山宛如被一栋冷水浇在身上 冷静了下来 对 如今我归原宗 得到这么多北海之灵 一旦被发现 恐怕会有灭宗之火 腾青山猜得到 我归原宗虚境强者 甚少出手 恐怕是出入虚境 实力比其他宗派虚境强者弱不少 自保有余 想让归原宗扩张 难 如摩尼寺 宇皇门 银氏家族 肯定有厉害虚境强者 杀死归原宗虚境强者 夺走北海之灵 完全可能发生 而且 这九个顶 我怎么带走 腾青山皱眉起来 每一个顶都有半人高 宽度和高度接近 腾青山就两个手根本无法带走九个顶 而且周围还有个大宗派人马 一旦被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可惜啊 那么多北海之灵 看似美好 可实际上麻烦极多 一是难带出去 二是 带回归原宗 归原宗也不敢大肆使用 就如同羽皇门 羽皇门本身就有北海之灵 可羽皇门却从未建立超强大的军队 因为羽皇门明白 没有足够的巅峰力量 如果军队太强大 恐怕羽皇门会成为众矢之地 这北海之灵 最佳的使用方法 就应该像羽皇门那样 细水长流 令宗派能长期强盛 腾青山明白这一点 一个宗派 要想获得更高的地位 看的不是军队 而是最巅峰的高手 如果有一名制强者 统一天下都很简单 你很失望 这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武力 羽皇笑道 所以 我的第二件礼物 便在北海大陆神府山上 神府山 腾青山眉头一皱 对 神府山 羽皇说道 你等会儿 拿起我的开山神府 旁边九个顶 有开山神府镇着 你连移动这九个顶都做不到 拿起开山神府 你才能拿那九个顶 同时 你带着这开山神府 前往神府山 到时 我的开山神府 和神府山上我留下的 开山三十六式 印记结合 你可以更深地感悟到 我这最强绝学 只要你领悟个两三成 以便可以踏入虚境 别奇怪 这开山三十六式 比之我的九顶天书 还要更强一筹 腾青山一正 九顶天书 可是四大神典之一 可 开山三十六式 自己却从未听过 不过 羽皇是用斧头的 传下的却是九顶天书 的确让许多人不解 腾青山现在猜到些了 有开山神府 配合那开山三十六式 只要是先天强者 再笨的人 百年内踏入虚境 绝无问题 悟性高的 二三十年即可 羽皇笑道 虚境 一旦达到虚境 这天下之大 还不是任你纵横 腾青山笑了 羽皇的确阴险 这么一设计 看来 北海大陆是必须去一趟了 虚境啊 天下间 恐怕还没任何一个人敢说 百年内保证你踏入虚境 可羽皇敢说 因为 他是羽皇 第四十章 神府 极限提升 我这 开山三十六式 没任何心法 只是三十六招伏法 也是我最强的伏法 而九顶天书 则是从低到高 写得更细更明确 让人更容易修炼的秘籍 羽皇说道 如果说修炼 九顶天书 从头到尾 将天地之道 清晰描述 清楚明白 靠这本 九顶天书 修炼到虚境 要比修炼其他我留下的秘籍 更容易 腾青山明白 像自己归原宗祖师 本身恐怕也就入虚 对天道 也是有肤浅认知 对天地本质根本不懂 写出的归原心点 自然也就显得玄傲 后人难懂 而羽皇 对天地本质知晓清楚 就可以深入浅出的描述 修炼 九顶天书 自然会比修炼 归原心点 速度更快 开山三十六世 无任何心法 可却是我最强伏法 羽皇感叹一声 因为没心法 所以 单看伏法图画 修炼太难 所以我在北海大陆的神府山上 留下三十六个道字 每个字迹旁边 都有一式伏法图画 看我自己 或许能感悟到我伏法精髓 腾青山笑了 羽皇跟自己差不多 如自己的五行枪法 如影随形 混元一气毒龙钻 赤虎袍 同样没有心法口诀 有的是一股意境 当真正深入体会意境 枪法也误了 腾青山暗叹 将来 我这五行枪法 要真的传授 恐怕很难 没有对五行意境的深入理解 很难领会这枪法 一个道理 腾青山是枪法 羽皇是伏法 不过 你带着开山神府过去 开山神府 和我留下字迹中 蕴含的印记结合 你能看到 当年我用神府 写出那三十六个字的场景 你亲眼看到 我施展伏法 长期感悟 并会有所收获 数十年体悟 达到虚境 不在话下 羽皇自信说道 当腾青山在天洪水宫的核心位置 听着数千年前羽皇留言的时候 他不知道 他的师父诸葛元洪 已经带大军抵达大岩山 傍晚时分 西方天际还有着一抹残虹 数千名兵位政 聚集在大岩山脚下 为首的是一名穿着青甲的男子 他正率领手下 摇看东方 轰隆隆 大地震站着 远处一条由大量重骑兵组成的黑龙 再迅速地靠近过来 快 随我迎接宗主 那青甲男子贺道 这一次黑甲军赶路 是以最快速度 每一匹乌文马都肆意飞奔着 浩浩荡荡的大军 很快便度过数里距离 来到这一大群兵位的面前 停 一声响彻天际的鹤声 绿绿一匹匹站 马迅速停下 下马 随着一声令下 众多黑甲军军士 进阶下马 而一身白袍的诸葛元洪 身后跟着执法长老 燕墨天 以及庞山统领 诸多独统 连诸葛青 也一身淡绿色青甲 在人群当中 属下杨科 拜见宗主 那兵位领头人 杨科立即攻身 此人正式移成城主杨科 诸葛元洪淡莫吩咐道 所有黑甲军战马 你们照顾好 同时 在这准备接应 是 杨科攻身应道 查到青湖岛人马 驻扎在哪里吗 诸葛元洪说道 在出发之前 归元宗就立即送消息给宜城 宜城城主杨科 当然立即带领成卫队 数千名兵卫 迅速赶来 宗主 青湖岛人马驻扎位置没变 这是大岩山地图 青湖岛人马所在 地图上已经画出 杨科攻进线上地图 诸葛元洪接过 手一抖 地图展开 诸葛元洪目光一扫 便朗声喝道 所有黑甲军军士 随我进山 燕长老 我们去会会青湖岛的人 诸葛元洪 看向一旁燕墨天 燕墨天也笑着点头 当即 在归元宗两大先天 金丹强者带领下 三千黑甲军 浩浩荡荡地 进入了大岩山 赶往青湖岛驻扎处 诸葛元洪很明白 如果傻傻地 在大岩山外等 恐怕滕青山死了 他们都不知道 最好最快的办法 就是直逼青湖岛 有三千黑甲军协助 加上手中四尺青丰剑 诸葛元洪也不惧青湖岛人马 外面发生的事情 腾青山一无所知 在笼罩在悠悠青绿色光芒的天洪水宫底层 在核心 九顶包围处 腾青山正听着九州大帝 历史第一至强者羽黄留言 我想要你做的 你也知道了 那高大虚拟人影淡笑道 对于后代 我不能再帮助他们什么 只能用这样的办法 对了 等会儿 你拿那开山神府的时候 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 腾青山一正 还有惊喜 不过 你也不必失望太多 高大虚拟人影说道 洞虚达到圆满 就是内虚空足以破开外虚空 这内虚空 是在人体内 当自己的虚空 也就是世界 越加完善 对身体压力也越大 所以 每一个洞虚强者 必须强化自己身体 腾青山能明白意思 没想到 修炼到洞虚境界的强者们 还要反过来 想方设法强化身体 我的方法 是利用我创造的虚空世界 炼化出大量冰寒之力 改造强化身体 高大虚拟人影继续说道 现在我遗留下的开山神符 里面就蕴含我的虚空之道 所以才能支持这天洪水功 同时 这开山神符 也会自然炼化出冰寒之力 当你碰触开山神符一瞬间 这冰寒之力 会强化你的身体 高大虚拟人影说道 腾青山大喜 强化 这开山神符 炼化冰寒之力速度 远不如我 可是 估计它 已经炼化了不知道多少年 所以 冰寒之力会很多 高大虚拟人影摇头一笑 可你别抱太大希望 因为即使是先天金丹 身体承受力是有限的 我估计 你最多增加个一两万斤力气 身体便无法再提升了 再多的冰寒之力 也就浪费了 嗯 九州顶的悠悠者 你得到这些 我只是希望你能略微照顾我的两脉后代 我无法强迫你 只是请求 你这么做 宇皇向腾青山略微一笑 虚拟光影便消散了 那金色圆照内 恢复了平静 天红水宫底层 一片寂静 唯有腾青山一人 腾青山闭上眼睛片刻 才完全平静下来 宇皇 你可是给我画一个大大的画饼啊 腾青山很清醒 什么虚境 什么洞穴 一切都太缥缈了 自己 如今在境界上才入微 连真我之境都没达到 谈什么虚境 至于洞穴 按照宇皇说的 十个虚境中 怕才有一个洞穴强者 现在我该想的 是怎么将九个顶 给带出去 怎么不被发现 腾青山看了一下九个三足顶 要能一栋顶 必须拿走开山神斧 腾青山看向那悬浮在半空的开山神斧 一缕缕 隐隐青绿光芒流窜 腾青山眼睛亮了起来 宇皇说 开山神斧数千年练出的海量冰寒之力 可以强化身体 腾青山眼睛眯起 宇皇 或许 先天金丹强者的身体承受力 令他们最多增加一两万斤力气 可是 我和他们不同 腾青山肯定 自己身体承受力 绝对要比先天金丹强者要强 上前三步 抬头 看着近在咫尺的 原本流窜的青绿色光芒 陡然停止 咔咔 一股白色光芒 从开山神斧上冒出来 沿着腹柄 迅速延伸到腾青山手臂 接着 这股奇特的白色光芒 渗透进入腾青山体内 冷 撤骨的冰冷 洞彻灵魂的冰冷 除了冷 还有剧烈的疼痛 深入骨髓的疼痛 弥漫在全身每一处 问 开山神斧表面 雪白光芒大涨 腾青山皮肤表面 都隐隐有着雪白光芒射出 腾青山脸部雪白 额头青筋暴突 肌肉扭曲 双眼赤红 不管是五脏六腑 还是筋骨肌肉 都发生着惊人的变化 筋骨就好似被大铁锤 不断轰击 不断突破 变得更加坚硬 全身好似被千万只蚂蚁 在撕咬 手脚都不受控制抽搐起来 啊 腾青山喉咙中 发出无法忍受的痛苦低吼 破 腾青山额头膨胀的青筋 竟然破了 一道鲜红鲜血溅出 啪 啪 脸上皮肤都裂开 鲜血也溅出 面部满是鲜血 令原本戴在脸上的人皮面具 也脱落下来 啊 腾青山一声压抑的低吼 全身肌肉筋骨 发出激烈的声响 他的身高在缓缓提升 真他妈的疼啊 腾青山忍不住嘶吼一声 整个人跪趴在地上 疼得他忍不住挥拳砸向地面 又全皮肤大多已经开裂 拳头关节都发白 一股股好似蛮荒野兽的可怕力量 流传在体内 哄 哄 一声声巨响传来 青绿色地面竟然出现一个个骇人的坑洞 全身染血 身体超过八尺高的腾青山 好似一个浴血魔神砸在地面 如此 似乎才能转一些痛苦 第41章 突如其来 身上的血迹落在地面上 染红了地面 腾青山此刻 已经疼痛的神智都有些模糊了 只能奋力一拳又一拳地轰击着地面发泄者 而他每一拳下去 地面上都会出现一个拳头大小的坑洞 这一幕 如果被青虎岛 摩尼寺等众多强者看到 一定会惊呆的 须知 就是射日神山先天金丹强者 一剑也就投入大小坑洞 而腾青山 现在是发泄的挥拳 并非厮杀时候权力挥拳 发泄时 每一拳都这么狠 如果权力一记虎炮拳 威力又将如何惊人 痴痴撕拉破裂皮肤下 那赤红的一条条肌肉 好似密集钢筋纠缠在一起 每一条肌肉还在阵战抽搐着 能够疼得令腾青山神智模糊 可以想象 这种变化如何剧烈 其实 也不怪羽皇 羽皇根本想不到 除洞虚强者外 一般先天或者陆虚高手 身体会强到如此地步 像先天精丹 单纯身体 估计也就数千斤力气 一次增加一两万斤 对身体负荷不大 而腾青山呢 本来单纯身体力量 便二十多万斤 达到一个瓶颈 现在被属于羽皇虚空炼化的 冰寒之力改造 而且 这冰寒之力 还是开山神府积累了数千年的 这一股脑下来 不怕不够 就怕腾青山无法吸收 腾青山身体太强了 承受力也太大 他身体力量 以惊人的幅度在提升 几乎片刻 便能提高数万斤力气 这种极限速度提升 实力提高是快了 可带来的痛苦 也是可怕的 啊 腾青山完全发痴的双眸 在他的视野内 一切都变得模糊赤虎 这一刻 腾青山完全化身为 一头不断提升力量的 蛮荒妖兽 神志越来越模糊 按道理 即使在厉害高手经受如此痛苦 也该晕过去 可腾青山本身意志太坚定 想要让他晕过去 很难 坚持 腾青山潜意识里 还不愿晕过去 在腾青山握着开山府片刻 一道道青绿色光线 也迅速回流 朝开山神府流去 而天洪水宫 各处青绿光线开始减弱 轰隆隆 天洪水宫 开始震战起来 天洪水宫迷宫中 入口旱道里 又震动了 寿王巫侯 坐在地上依靠着墙壁 刚才晃动一次 现在怎么又晃动了 逍遥宫五名先天强者 也疑惑得很 旁边赵丹辰目光阴冷 黄黄宝藏 岂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估计那秦郎 中了羽黄宝藏的某个机关 才会引起水宫震动了 赵长老 说得有理 那逍遥宫使长老说道 那长眉老僧 浑浊的眼眸扫了一眼 那趴在入口上的金色龙龟 随后又继续闭目养神 这些人能不顾性命 来到这天洪水宫 一个个可夺心底 想要得到羽黄宝藏 或许之前秦郎 是跟逍遥宫们一伙的 可是现在 不管是摩尼寺 还是逍遥宫 乃至是寿王巫侯 他们心底都盼望 秦郎得不到宝藏 这样 他们才有希望 天洪水宫底层 九座三祖顶 如数千年前一样 默默守护着开山神斧 而此刻 藤青山右手正握着开山神斧 原本狂躁地积着地面 此刻藤青山却停下来了 他已经度过最危险 最疼痛的一段 现在疼痛在减弱 疼痛降低 与之一样的就是 藤青山身体提高幅度 也在减慢 已经趋近于 藤青山身体承受能力的 一个极限 刚才 真疼啊 藤青山感受着全身各处一阵阵酥麻 偶尔一阵阵针刺般疼痛 不过这种层次的疼痛 藤青山已经不在乎了 不过这一次提升 还真够惊人 羽黄强化身体的手段 的确厉害 藤青山清晰感受到 身体中蕴含的雄浑力量 如海洋般 无穷无尽 至少增加了一倍 或许更多 藤青山控制着筋骨齐鸣 我全身骨头 应该是变化最剧烈的 藤青山察觉到 之前那白色光芒 绝大部分都是锤炼着全身筋骨 骨头好似钢铁般 被千万次锤打 密度不断提升 原本藤青山骨头硬度 堪比一些珍贵的钢铁材料 而如今 更是不知道达到何种程度 实力增加多少 试验一次才能有感觉 藤青山猛地一挥左拳 滑 空气发出刺耳的锐笑声 藤青山的铁拳 已经轰在青绿色地面上 随着彭的一声 原本在震动的地面 此刻震动的愈加剧烈 同时出现了一个 足有头颅大小的深坑 令藤青山大吃一惊 我光身体力量 竟然一拳 接近那先天惊丹的一剑 藤青山也明白 当初那摄日神山高手一剑 只是用先天真元为剑士 估摸着 我身体力量 应该是过去两三倍 藤青山猜测 如果加上我先天真元 两相相加 应该和先天惊丹差不多 藤青山终于意识到 这一次的收获多么的大 相比较起来 羽黄其他两个礼物 都赶不上这个礼物中 一个先天虚丹 凭强悍堪比顶级妖兽的身体 能爆发出堪比先天惊丹的力量 当然能有如此成就 也是因为藤青山之前 身体也够强 我力量是强 可境界上 比先天惊丹差不少 他们能抵消空气阻力 我却不能 藤青山明白 如今对上先天惊丹 我还不是对手 可是先天石丹 完全能轻易杀死 在纯粹爆发力上 是先天石丹的两倍 如今实力 宰杀先天石丹 的确很简单 嗯 藤青山忽然到 地面上竟然有一个个 拳头大小的坑洞 坑洞这么长时间 怎么没有恢复 藤青山一惊 的确 藤青山轰迹的坑洞 没有恢复 因为开山神府 是整个天洪水宫存在的核心 开山神府不断炼化能量 才能支持天洪水宫存在 而现在藤青山 已经将开山神府 拿离了中心位置 原本连贯的能量通道 已经断绝 所有青绿色光芒 在回流 消散 天洪水宫的震动 也是愈来愈烈 轰隆隆 整个迷宫 好似被一个巨人 在摇晃 藤青山低头看着地面 脸色大变 咔咔 地面上裂开一条条裂缝 藤青山一抬头 承托着上方迷宫的顶部墙壁 裂得更加严重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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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块大的青绿色石块 从上面砸下 几乎是眨眼功夫 整个天洪水宫开始崩溃了 迷宫呢 原本还以为 震动会像上一次一样 会很快消失的逍遥宫 青湖岛等一群人马 却突然发现 震动愈演愈烈 甚至于顶部 地面 还有围墙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裂缝也是越来越大 花花 上面裂缝中大量湖水涌进来 没有开山神府维持 这天洪水宫 根本无法屏蔽掉那些湖水 不好 天洪水宫要塌了 逍遥宫一名长老惊呼道 这是大好事 乌侯却是大笑一声 飞速朝前面冲 哄 地面陡然裂开一道大裂缝 乌侯是 直接窜进裂缝 冲入地底一层 青湖岛岛主 鼓庸脸上露出喜色 大喝道 快 抢宝藏 声音还在响着 他本人已冲进了那道大裂缝中 原本没反应过来的先天强者们 此刻也完全明白了 天洪水宫 他掉好啊 他们也能夺得宝藏了 轰隆隆 崩塌 欲加厉害 连他们脚下都裂开 宝藏 有缘者得知 长眉老僧笑了一声 迈出一步 却快如闪电 消失在了裂缝中 一座宫殿崩塌 根本不可能压死先天强者 别说压死 连压伤都做不到 天洪水宫崩塌的太快了 腾青山没来的 拿那三组顶的时候 上方就有大量 石头落下 快走 迟走就走不掉了 腾山先是将开山神斧 插在腰带内 随后闪电一般 抓住两个三组点 嗯 腾青山吃惊看着前方 只见前方八道黑衣人影 从天而降 这八人进阶黑袍 戴着金色面具 正是释迦马 秦郎 不 你不是 你是谁 为首的银号将惊到 他一眼就看到 腾青山的天鹰爪手套 以及那背上包裹 这一切 都令他认为眼前人 是秦郎 可是 腾青山的容貌 他却不认识 浩江 他是腾青山 归原宗腾青山 家族情报上 我看到过他画像 宝藏是我的 一声爽朗大笑声响起 正是寿王巫侯的声音 这是羽黄宝藏 浩江八人这才反应过来 眼前的九个三组顶 就是羽黄宝藏 从未见过羽黄宝藏 他们之前一瞬间 根本没意识到 看似普通的九个顶 就是宝藏 然而 碰 碰 碰 腾青山双腿 如同幻影 一瞬间踢飞了六座三组顶 六座三组顶 立即朝四周飞去 而腾青山本人 左右两只手 各抓着一个三组顶 九个顶 我两只手根本没法拿 而且 拿得太多 估计各大宗派会发疯地追杀我 两个顶 够了 踢飞的六个顶 足以分散他们的精力 腾青山也不敢太贪心 此刻湖水汹涌冲进来 腾青山好似一条鱼儿 抓着两个顶 就朝湖水中一冲 便消失在湖水中 那银浩江 一把抓住 唯一一个在眼前的三组顶 而后嘶吼道 快 快夺顶 然而六个顶早就飞得老远了 第四十二章 身份暴露 杀落 天洪水功崩塌 湖水清线 几乎所有先天强者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撑起先天真元光照 如果没有足够的空气 以他们的身体素质 根本无法在湖水中待多久 这顶里面是什么 银浩江抱着一个顶 仔细一看 他只能勉强分辨是液体 当即要将顶盖揭开 反正周围有光照抵挡着 也不担心湖水冲进顶内 咦 这顶盖还真难揭开 先天金丹强者何等实力 第一次揭 竟然没揭开 猛的一用力 哗 顶盖终于被揭开 银浩江伸手沾了一点 仔细一看 鼻子在一闻 是北海之灵 羽皇门的北海之灵 银浩江大惊 这么 这么多北海之灵 这里要有多少跌 虽然只是盖住顶的底部 可是 北海之灵 是按低算的 能将一个顶 覆盖个底部 够惊人了 过去 银氏家族 也曾从羽皇门 用宝贝交换过北海之灵 竟然足足有九个顶 银浩江激动起来 他很清楚 北海之灵重要性 他能另一个悟性高 而身体条件差的 瞬间达到后天巅峰 这样下去 一个大宗派内 诞生先天强者 概率要高很多 不能说出是北海之灵 银浩江立即反应过来 如果其他人知道是北海之灵 估计 我银氏家族 想多得到几个就难了 原先还在航道里乱走的 摄日神山 红天城等等各方人马 现在天洪水宫崩塌 一个个也都激动万分 快 快找宝藏 天洪水宫崩塌了 估计宝藏被人得到了 快点赶去夺来 一个个激动兴奋 忽然一道爽朗声音响彻湖底 哈哈 没想到这一个鼎内 竟然是羽皇门独有的北海之灵 这一个鼎里面的北海之灵 最起码也有上万滴吧 一共九个鼎 我得多抢几个 那笑声很大 所有人都听到了 是北海之灵 竟然是北海之灵 一顶就有上万滴 九个鼎 快 那边有金光 快过去 完全乱了 那些听到这声音的先天强者们 一个个兴奋至极 是寿王巫侯 正在寻找其他鼎的银浩江 不由暗骂 这巫侯 得到一个鼎就得到吧 唯恐天下不知 这么大喊干什么 真是脑袋有问题啊 这么一喊 所有人都知道了 下面就麻烦了 不过对于寿王巫侯 在场也没几人敢惹 此人无门无派 实力极强 而且脾气怪异 那边有一个鼎 快 青湖岛的鼎庸 赵丹臣等人 发现黑暗湖水中 远处有一道很耀眼的金光 金光下明显是一个鼎 每一个鼎的鼎盖上 都镶嵌着一颗金色宝珠 而金色宝珠光芒 那是亮的刺眼 遨远 就让人看到了 不但青湖岛的人看到 和他们一起的逍遥宫人马也看到了 这一个鼎 是我逍遥宫的 一声大笑声 逍遥宫那位石长老 因为位置好 反而第一个冲过去 加上速度快 青湖岛众人根本赶不上 一把抓住了鼎 石长老兴奋至极 青湖岛几人死死盯着那个鼎 你们看着干什么 怎么 想跟我逍遥宫夺这个鼎 那石长老目光冷烈 在他身侧 也有四名先天高手 如果真拼起来 青湖岛的确能取胜 可是损失将会很大 逍遥宫五人 看准了这一个鼎 绝对不会退让 一个鼎 郭万迪北海之灵 足以另一个宗派昌盛很久 有着北海之灵 就能更好培养优秀弟子 赵丹臣目光发寒 哼 鼎庸气急 我们走 作为一岛岛主 绝对不能这么拼掉人马 之前损失够大了 现在不能再损失了 鼎庸旁边的女子不甘心道 我青湖岛 那九鼎 我们最起码也要得到几个 当然 就该我们多得 赵丹臣也是心里不平衡 羽黄宝图 是他们青湖岛得到的 这天洪水宫也是他们找到的 到如今 他们损失的高手 也是最多的 不得到足够多的宝藏 他们怎么能心平 青湖岛众人离去 逍遥宫五人 却是露出笑容 那鼎一共九个 这里高手太多 我们得到一个鼎 差不多了 那师长老说道 我们还是立即离开湖底 以免发生不错 嗯 师兄说的对 这些人还是有自知之明地 就在这时 师兄小心 一声大喊 师长老冷笑着闪电搬后退 手中长剑也朝身后刺出 快递只是留下一抹残疑 先天金丹强者 出剑速度之快 的确害人 枪 空气震荡起来 一只灵力地利爪 在震退那一剑后 竟然一翻转 好似熊鹰抓毒蛇 直接抓穿了师长老的胸膛 论速度 这一抓 彼是长老的那一剑 竟然还要快上不手 你 巫 巫猴 师长老瞪大眼睛看着他 你敢杀我 巫猴手中正抓着一颗 刚刚挖出来的心脏 脸上泛起一丝畅快笑容 杀的就是你 随即一用力 心脏趴地碎了 师长老整个人 无力地轰然倒下 巫猴却是一把 夺过他手中的小顶 巫猴 逍遥宫其他四人 震惊地看着巫猴 你敢杀我逍遥宫的人 不怕我逍遥宫老公主 来杀你 一个个气急 可是他们四人 却不敢动手 论实力 巫猴名列 天榜 第一达 三十余年 一做就是三十年 那自然是以压倒性优势 强于天榜 第二 连天榜 第二 都远不是巫猴对手 可以想象 一般先天金丹 遇到巫猴 是必死无疑 无论速度 防御 攻击 隐秘潜伏 这巫猴简直没缺点 你们老公主 也活了四百年了吧 也该死了 巫猴淡笑一声 你 放肆 那四人又急又怒 他们老公主 可是虚境强者 在天下间都是有数的存在 巫猴再厉害 毕竟未跨入虚境 竟然如此嚣张 你们不信 我保证 你们老公主 最多再活个十几二十年 嗯 杀一个是杀 杀五个也是杀 你们也不必走了 巫猴淡笑说着 同时也动了 虽然说是手持两个大顶 可他速度却依旧惊人 他 快逃 这四人怎么都没想到 巫猴竟然肆无忌惮这个地步 过去的巫猴虽然嚣张 可是却不敢这么明目张胆 和八大宗派为敌 可今天 四人是选不同的方向逃跑 砰 砰 在逃跑一瞬间 就有两个先天强者 被巫猴两脚踢得爆裂开来 二人惨死 呼 巫猴速度快得惊人 几乎眨眼功夫 又追上第三人 又是简单的一脚 这一脚 快得 连那位先天实单的长老 连抵挡都来不及 就被一脚刺穿了胸膛 只剩下你一个了 别逃了 巫猴速度惊人 几乎是那逃跑的长老速度的两倍 而且 他手中有两个大顶 顶盖上的金色宝珠 刺眼的光芒 也清晰照耀远处人影 再加上对方身上有光照 巫猴片刻便赶上 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们逍遥宫的人 你如果强取那顶 我们也不会反抗的 那位子袍长老停下 苍老面孔上满是震惊 他不逃了 知道逃不掉 可他怎么都不明白 他们几人面对青湖岛敢拼一拼 因为青湖岛中也有弱的先天实单 甚至于还有一名先天虚单 拼杀起来 青湖岛损失不会小 可是 面对巫猴 如果巫猴强要 他们不敢拼 因为以巫猴速度 可以轻易屠戮他们 巫猴看着他 微笑道 你们是不敢反抗 不过 我就是想杀你们 不过别担心 你们逍遥宫也存在不了多久了 什么 那紫袍长老眼眸瞪的滚圆 他意识到 有一个大大的阴谋 砰 同样的一脚 轻轻点在紫袍长老眉心部位 看似很轻 甚至于紫袍长老眉心部位 都没一丝伤痕 可那紫袍长老体表光照消散 整个人也无力掉落下去 你们 只是逍遥宫死去的第一波 巫猴笑容灿烂 腾青山在水中飞速游窜 麻烦 双手持着两个顶 我根本没办法靠双手迅速游动 要快 只能靠先天真元爆发 腾青山刚刚在水底逃了没多久 就听到了喊声 快 腾青山在那边 抓住他 此刻已经夺得两个顶的银氏家族 依旧贪心十足 他们可不像逍遥宫 怕太多遭到围攻 以银氏家族的力量 即使多得到几个顶 别的宗派也不敢惹 快 追上去 那是腾青山 腾青山怎么在这 摄日神山等宗派人马也追过来 秦郎就是腾青山 腾青山就是秦郎 那是腾青山戴着人皮面具伪装的 怎么可能 腾青山 一个十七岁小家伙 怎么可能达到先天实单 我亲眼看到的 还有假 后面一些人议论 腾青山是听不到 可是腾青山却听到一些高呼声 还有一个个灯笼在靠近 糟糕 是这金色宝珠暴露了我 腾青山一看 双手中两顶的顶盖上金色宝珠 金色宝珠很刺眼 可是这顶盖是镂空的 没金色宝珠屏蔽水流 湖水会冲进顶内 将北海之林冲走 故不得其他 腾青山一咬牙 迅速地将两个金色宝珠剥离 这金色宝珠太亮 就是放在包裹内 光芒都能透过包裹 而且 现在也没时间浪费 修 修 两颗金色宝珠 直接被腾青山扔得远远的 而腾青山双手 已经弥漫出先天真元 包裹住两个大顶 这先天真元 虽然光芸弱些 可是 我这是火红色的 腾青山还是头疼 在漆黑湖水中 如果靠着光芸照耀 一般人只能看数丈远 可是 在漆黑湖水中 别人却能老远看到光球 什么 琴郎是腾青山 一声怒急的声音响起 正是青湖岛鼓庸的 都声音响起 百多海市 最识 湖水中